九三军人节新北市中列祠举行了秋季 新北市长侯友宜担任主机关 向祠内奉似的烈、义士以及军、警、霄表达追思之意 因为疫情的关系典礼以直播的方式 与家属同步怀念亲人避免群聚 在警察乐队以及国乐团庄严的演奏声中 侯友宜向烈士、义士、临位上香、献花、献果 表达对他们为国家牺牲奉献的感念之意 典礼结束之后 侯友宜也特别向在场的军警销人员致意 在亲人节这天我们特别到新北市的中业池 来秋季大典 对我们的先贤烈士舍身曲域 为国监区为民尽职尽职 特别献上无限的感恩跟失念 这些先贤烈士男的益勇行为 永留后世 我们用感恩的心情来追思 以往秋季典礼参与人数都超过300人 这次中烈辞秋季特别精简参与祭典单位 并且在新北明镇保平安脸书安排现场直播 跟家属一同悼念 典礼简单荣重 鸡酒房间开新北市采访报道